美恩不在,我又有更多好朋友來跟我聊天 在我身邊的是林奕蓮、黃潔和阿妹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個題目,共通話題跟大家聊聊 今次的話題就是名氣的問題 三位都是一個很有名氣的歌手 我想問大家對於這個名氣的看法 尤其是今時今日得到名氣味 覺得怎樣呢? 跟以前沒有名氣的時候有甚麼不同呢? 先說吧 有甚麼不同? 我自己都是這樣看自己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人 只不過我的職業可能只是唱歌 大家可以在影光網上看到我們更多 但是我一樣都是喜歡做我 未有名氣之前喜歡做的事 例如我喜歡自己一個人 逛街、買菜等等 那黃潔呢? 我嗎?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甚麼感覺 我自己平時就在家裏作曲和做音樂多些 從來都沒想過有名氣 不覺得自己有 危險而已 那阿妹呢? 不要告訴大家 你不覺得自己有 不是喔 我覺得分別不是很大 唯一一件事不同的就是 以前沒有那麼多人認識 走街就舒服一點 沒有那麼多人看著你 現在呢 有時一定要戴著黑眼鏡才能走街 有時會被人認出 哇,那個化妝人這麼醜 我不知道 換句話說 三位都不覺得有性名所慮的感覺 我跟那些年差不多 我也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好了,不要說性名所慮了 會否反而有賺有好處呢 即是有了這個名氣之後 賺就賺錢 除了錢呢? 不會,差不多 有甚麼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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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排隊呢 有些方便了 間中有時 譬如人家的士司機蓋旗的車 見到你,麻煩你 有人覺得熟悉的 明天不會打電話 讓你上車 那億年呢? 例如去吃東西的地方 明天是沒有位的 那幾人呢? 那王傑呢? 我的想法跟他們不同 我認為好又有壞又有 其實壞就是… 當然好像他們說的 很方便 但壞呢 萬一一個人 就不太喜歡你這個歌 我都想過這個問題 那是特別壞 不會的,但一定會喜歡的 藍帥,來看看你的電話 喂? 喂? 對了,你是甚麼名字? Joanne Joanne,你一定是喜歡三位 才打電話來的 如果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答案了的話 可以得到能扒船鞋送出的 四百五十元禮願 和億年的大碟一張 問題就是 你隨便說一首 億年最新大碟的歌 伊賢 伊賢,好 是這首的 送完獎品給你了 OK,拜拜 拜拜 拜拜 送完這個影片給你看看 就是林億年的伊賢 好了,繼續我們聊天 剛才我們聊到 就橫關於這個名氣的問題 大家都覺得是沒有的 絕對沒有相關的 雖然成了名 但沒有影響自己的私生活 我想問一下 你們三位都是工作人物 以及很忙自己的工作 例如錄歌 concert 拍戲等等 很多事 訪問 會否因為這麼忙 而忽略了外界的事情 你對於外界發生甚麼 會否比較少機會接觸 我想我不會 因為我可能是八卦 其實我每天都會看報紙 希望知道世界大事 香港發生甚麼事 我很八的 哪裏有甚麼 我一定會看 這些不是叫八 也叫關心 例如文運的音樂會 很多人參加 對,我覺得知道多些 世界事件會更好 尤其是文運那天開始 我更加去看更多一些有關中國的 絕對不會因為自己是名氣大 而少去做這些事 很多空閒事態 我們拍戲的時候 在反映的時候去看 好,Higley和王杰 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其實我認為… 先來吧 要不我先說 我認為對我來說 很少去理會出現的事 因為我平時喜歡躲在家裡 有很少機會看報紙 所以可能有甚麼事發生 就比較少一點 比較忙一點 對 那Higley呢 我沒有看報紙的習慣 因為我看報紙 我就很不開心 為甚麼 看新聞都是不開心的 我多數都是聽一些 我想我比較像王杰 我是關心自己在做工作 我會留意一些歌 反而我比較少留意外面的事 我呢 我呢 我最佩服 我們更佩服 不然也不會請三位上來 稍後我們會繼續聊天 現在先送一首歌給大家 就是王杰的一無所有 晨早的時候 跟這位家庭觀眾說一聲 早晨 喂 是 早晨 早晨 你叫甚麼名字 阿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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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回答我的問題 這個世界真是美美 因為我們會送出鞋子的禮券 價值450元 以及王杰的唱片 現在問你問題 剛才我們看了一隻 就是王杰的影片 究竟他的歌是甚麼名字 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對了 你剛才是不是說國語 不是 你是外省人 對 不如你用國語和王杰聊天 好嗎 有甚麼問題問他們 問他現在問他現在問甚麼 現在問他 是嗎 我現在在看錄唱片 還有很多作曲作詞 編曲的東西 好 阿美美 有機會不要浪費了 還有阿妹 和阿益蓮 一起問他們 你是美美 是呀 你有時間 有時間 我想問一下 微夜方 阿虛 是 現在好像很忙 甚麼 忙甚麼 有三部電影 一起開 所以暫時工作 都是看電影 那我稍後會錄唱片 好 還有阿益蓮 你可以用上海話溝通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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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挺喜歡聽我唱歌的 嗯 他很喜歡唱歌 不是 好 謝謝你 好 好 我們繼續聊天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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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說到香港現在的唱片 何業 有個現象出現了 譬如阿妹你 你的大碟 就去巴西拍了風套 那一年 在唱片上 宣傳的相片 都是在紐約拍回來的 那王記更加 港台兩邊 都有影子 那你覺得這個現象是甚麼意思 還有趨勢會怎樣 香港人 其實不是特地 走去突然 因為香港很多地方 都被人拍過 是呀 想拿一些新鮮的感覺 就飛到滿了 那我拿東西來 我也是一樣 我也是一樣 有時就配合了那碟的 想說我的主題 對 即是說可以有一些 都是突破 可以給觀眾 或者聽眾看 那王傑 你在台灣那邊 如果你想在香港 再追尋一些突破 你會考慮怎樣 影發你的唱片風套 或者… 其實我的想法不同 我認為其實哪裡都一樣 可以的 就算有時不一定要外景 就算放一隻蝸牛在這裡 我想我會有人蹲在這裡 這樣唱出來都可能 挺新的 對,也可以 有很多東西 可以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影片 有甚麼含意 是阿妹的,夕陽之歌 戴著黑超這個 是否就是 馬姐周英傑的影像 跟電影差不多 電影的一部分 有一個頭髮 就是這個造型 很酷 而且眉毛也很酷 所以戴著眼鏡 很不客氣 其實三位對於形象的看法 是怎樣的 阿妹先說 你自己的形象變化很多 那你怎樣看 塑造一個男歌手 或者女歌手的形象 的手法 我覺得女歌手比較容易做 因為女生的時裝會比較多 男生變來變去 都是這樣 一隻西裝,一隻jacket 沒甚麼變化 對,阿妹還會穿上男裝 那我女生可以穿男裝 那男生穿我裝 這麼划算 和傑你說 如果你說塑造男女的形象 你會怎樣看 我自己本身對形象來說 我就不太了解 我是知道一句說話 就是 希望做到平凡中的突出 即是樸素取勝 是呀 總之我捉到衣服就穿了 我覺得最重要是甚麼形象 就是你自己一定要感覺舒服 不要做一些假的 即是自然美 大家都純上自然美 好 今晚很感謝三位上來 跟我們談了這麼久 談了關於名氣 談了關於形象 各方面的問題 還有你們的製品封套 設計是怎樣 或者在這裡說說 下星期我們都會有巨星出現 就是在歌手逐個竹裡頭 就會請來浪文和我們聊天 記住到下星期 歌手逐個竹就會有浪文的出現 多謝大家三位上來之餘 都送回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這個影片 我自己都沒看過 聽過一個很漂亮的美女 看過的樣子就是這樣 要形容的就是 就是一位英國和亞洲的混血兒 所擔當的一個組合 就叫做Akasa 因為你的孩子就叫做Sophia 今年就十七歲而已 這首新歌的名字就叫做 One Night In My Life 我想今晚都很適合我聽 因為今晚能夠跟三位巨星聊天 所以這首歌送給三位 也送給在電視機旁邊的你 對呀 對呀